打開這個,我們範例檔案裡面的樞紐分析表的這個檔 開起來之後的話,先複製一個工作表 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再做查詢,那至於那個剛剛講的細節部分的話,我有把它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你可以到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第六個單元 然後這個市場調查分析這個第五個,等於第六個樞紐分析表裡面的這邊打開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市場調查分析的部分 那我剛剛的公式,我要把它截圖了,基本上就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打這個公式,那公式在這邊 OK,那只要把它打錯了,基本上應該結果會出現 OK,那盡量的話呢,就是用理解的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做什麼事情,什麼樣的動作啦,基本上都有一個邏輯性 那你如果會這個邏輯性的話,其實做事就蠻順暢的 OK,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哇,那真的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工作上的話 一定要會這個VD函數啦 那只是說呢,我們剛剛做完之後,發現另外又一個問題啦 當然現在這樣一直做下去,剛剛也不是什麼問題 只是說你要做15次 可是當然喔,一般我們如果在做一些動作的時候,大家會想說 如果可以快一點的話,那不就 如果每天都要做 問卷調查,假設你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需要做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的話 哇,那如果每天都這樣子,你可能 要做完可能要做 假設啦,你快一點15分鐘 可是如果說你會用另外一個方法,只要1分鐘 那你當然 可以想說,那不然我就用1分鐘就好了 如果1分鐘把它做完的話 那每天 省下多少時間 一個月就省下多少時間 累積下來 哇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上班就是很愜意 有的人上班就是很忙碌 然後 下班的時候還要加班 其實很多時候啦 你會發現為什麼要加班的原因 很多時候真的就是 因為 你的那個 就是一些技能不會啦 尤其是在電腦的VBA差更多 會跟不會喔,你會發現效率真的是10萬8千里 所以啦,那你花一點時間學習喔,總會對你的這個效益是有幫助 所以 那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進入到職場啦 所以可能還沒面臨到這個問題 不過你假設你身邊,我一直強調啦 如果你父母親啦,或者你哥哥姐姐有在用ECL的話 你跟他講這個東西,他應該會非常有感覺的 所以或許你可以把這個問題問他看看 或者甚至你把題目給他 你說 爸爸你做一下 OK,你能不能把這個快速做出來 他如果可以的話,那表示他真的是厲害 不過理論上喔,我看 應該99%的人應該是很難把這個 很快可以把它做出來 也就是說大部分人都是要慢慢完成這件事,就花很多時間 那所以呢,第一切讓我們完成了 可是問題我希望加快速度 那怎麼樣加快速度啊,這邊的話呢 其實主要會需要用到兩個東西啦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定義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用這個函數 叫Indirect 所以呢,也就是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幫助我們怎麼樣 可以 快速的完成 只要向右向下就OK了 但是呢 這兩個 兩件事情 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要把它 做出來的話 可能還是要非常小心 因為蠻多地方 都可能會造成錯誤發生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當然 我們先用第一名稱 再用Indirect 所以我們一樣分兩階段來完成 那也就是剛剛的公式啦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原來的公式我們本來是 用點選那個清單 裡面那個範圍 那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性別 就好了 那也就是說剛剛的那個公式有沒有 我這個 這邊 我們的公式裡面 剛剛這個地方是切到清單裡面在選 可是我前面講過啦 在黑名單篩選也好 或者在 好像在樂透彩那個範例也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假設說你現在的工作表在這邊 那你要到這個工作表去取這個範圍的資料的話 我建議 或者是那個範圍很大的話 我建議還是用定義名稱 那如何定義名稱呢 前面好像有講過嘛 定義名稱其實很簡單 首先呢如果你希望把 這個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叫做性別的話 那你只需要在這上面這邊有一個叫名稱方塊上面 點一下然後輸入性別就好了 那以後呢 我們就用性別 這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的名稱 OK 那怎麼做比較快 那我的習慣是因為這邊已經有名稱了嘛 所以我Ctrl C 然後呢再到這邊把A2到B3選起來 再到上面的名稱方塊呢把它貼上 因為剛剛已經有性別的兩個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啦 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覺得 自己打的時候還會打錯 算了直接用複製貼比較不會做錯 然後貼上之後按Enter 這個時候的話呢 在我們的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特別注意喔 就會多出一個範圍的名稱 所以如果假設你做完這件事情 你想要知道你做的對不對的話 你可以再到公式的名稱管理員看一下 有沒有性別 這個名稱出現 然後它對應到的範圍是不是正確 如果你驗證過之後呢 發現也都沒錯了 那表示你應該後面做的動作應該也就不會錯 就怕說你定義的範圍選錯了 然後呢你就接著做 奇怪發現錯了 因為之前同學常常問 老師為什麼我的公式跟你一模一樣 但結果不一樣 我說你檢查一下 你發現原來你範圍選錯了 那也會發生這種狀況啦 OK 所以呢我們怎麼確認呢 就是公式裡面名稱官員 然後點一下下面這邊 他這邊會有一個虛線告訴你 這個範圍對不對 對 好 那對就OK 那錯怎麼辦呢 要不就把它刪掉重做 要不就是你重新再把它選一次 有沒有然後再打勾就可以了 這也是方法啦 反正就不壞路就刪掉 要不然就修改 那這些如果你都注意到了 這工作上面其實還蠻愉快的 我覺得工作還蠻有成就感的 你發現很簡單嘛 你要什麼 然後就說照著你的方式 你要邏輯 我會幫你做出來了 然後 老闆要什麼 馬上就丟給他了 當然也不要馬上啦 有的人其實因為馬上給他 他會 覺得好像你應該都很快的 就會習慣 所以我問了很多同學說 你工作很快 效率提高的話 你老闆知不知道 不能讓他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你變快了 他會覺得你應該做更快 就丟更多事情給你 但是他會不會給你加薪呢 理論上也不太 不太會啦 OK 所以他們覺得說反正沒關係 我就在適當的時間 再給老闆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拖到下班的時候 而且還不能再太早給他 因為太早給他覺得你還有時間 就會再丟 事情給你 OK好啦 反正至少好處就是說 你就會多一些空間 有些彈性 然後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有些同學 有些同學就什麼 上班的時候呢 再繼續練 練這些東西 把他的技術 練到某個程度 所以他有些同學 哇那個 Excel 函數跟VBA的能力 已經下下降了 於是他隔一段時間問我說 老師我覺得 這家公司 已經不能滿足我的技能了 我想要跳槽到別的公司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很好啊 對啊因為你可以 可以 有更好的選項 然後呢 去接受更大的挑戰 當然好事啊 對不對 而且薪水也會比較高嘛 他說 可是我會覺得很累 那這樣是不是不能夠 我說 那你就衡量一下吧 如果你希望呢 有更大的挑戰的話 那你可以去 但如果你假設啦 你不想要那麼大的挑戰 所以這是個人的選項啦 不是說每個人都一定要那麼的有 遠大的志向 後來我發現好像你們的想法跟我們的想法不太一樣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你們有遠大的志向 但很多同學好像 遠大的志向如何 對不對 難不成就是 有很大的成就的人就 比較快樂嗎 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適合做小事 有的人適合做大事 那你喜歡做大事就去吧 但如果我覺得好像悠悠哉哉的這樣也OK 那也 不過前提是怎麼樣 你必須要選擇權 可是如果你連選擇的能力都沒有的話 那你就只能被選擇 所以有很多人為什麼說 為什麼我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都沒有人找我 因為你根本沒有選擇權嘛 因為你沒有能力嘛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要或不要 有沒有 所以要或不要選擇權在你嘛 對不對 就像說啦 我個人會來學校上課 其實有一個原因 其實我有選擇權 我可以領更高的薪水 但是我不一定要去 做那種 就是說很壓力很大的 或者說我會覺得說那工作好像 比起來學校教學 我覺得好像來學校教學 會有更有意義 所以我就選擇 所以我有選擇權 但是如果你連選擇權都沒有的話 那當然你就是被選擇了 OK 而且有的時候 現在人生不是只有錢 OK 有很多老師你可以怎麼樣賺很多錢 我說你賺那麼多錢要幹嘛 你快樂嗎 對不對 就像有個老闆 前一陣子好像跟他 我跟他上課 當他的顧問 結果他發現他 因為他的公司在大陸 結果他又要回去 回去你知道多慘 每天我在LINE上面 我跟他講說 他已經隔離了 已經20天了 還沒辦法解隔離 然後換個地方又隔離 換個地方又隔離 我說你現在在幹嘛 繼續隔離 隔離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就 無止境的隔離 而且他說 他上次好像見他 他老婆的時候是兩年前 他回來好像回來十幾天 但他回去什麼時候回來不知道 因為疫情太嚴重了 他沒辦法回來 OK 我覺得這種人生 也許他賺的錢 應該會比我多 可是我覺得他沒辦法比我更快樂 OK 不能這樣比較 OK 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選項 對不對 你如果 所以有時候想說富貴真的險中求 如果你要有大的富貴的話 可能還是要做一點冒險 做一點犧牲吧 但如果你不想 沒關係 你就是 過自己覺得OK的生活就好了 對你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 OK 那因為我覺得 如果唸中文的人有個好處 就是一般 第一個野心不會太大 第二個的話 比較安平熱道 對於物質生活 其實需求不大 所以我覺得 物質生活 需求不大 我說真的 我賺那麼多錢幹嘛 我反而希望說多做一點有益的事情 比較重要 所以來學校 我覺得有時候 並不是說看重說 今天學校給我多少錢 但是我覺得我來學校 好像感覺 我做對的事情 OK有時候是這樣 因為你 當然 如果我到業界去上課 說真的 我到業界上課 我算了一下 我的終點費 居然快接近學校的10倍 也就是我坐在這裡一個小時 只有十分之一的價錢 但如果在外面上課的話 突然怎麼感覺 好像時差這麼多 但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下個月 剛好我上次好像跟各位提過 那個DHL 有沒有 就是 寄送物資的那家 美國美商公司 他們也要上這個課 而且上了課跟你們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我開給他們講義 就是從 我們上課的講義裡面 結錄出來的 那說真的啦 他們也要上這東西 內容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 換個地方上而已 那他們為什麼需要這東西 因為他們要提高效率 你會發現像那個物流業 就是講效率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像那個蝦皮現在好像要一個禮拜 很多人就哇哇叫 說怎麼一個禮拜怎麼那麼久 能不能提高效率 所以當然呢 你要提高效率中間很多環節都需要注意 所以 待會的話第一件事啦 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就是我們不需要做15次 我們做一次就好了 但是你需要 做一些改變 哪些改變 第一個 定義名稱 所以呢我們需要定義幾個名稱 總共要定義15個名稱 所以你們等一下 第一個先把性別定義 年齡定義 所以這邊按確定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一樣 C 年齡 範圍就下面 所以在上面Ctrl V貼上 這邊就年齡 然後這邊就教育程度 所以Ctrl C 然後這個範圍的話就是 Ctrl V貼上 所以等於是 你要練習 至少15次 有沒有這邊就職業 那記得喔 我發現有同學 這樣也會做錯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上面是名稱 這個是你要的範圍 然後呢 在這邊貼上 等於是要練習15次 所以我就大概 Demo一下這樣子 那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其實只要改中間這個參數 所以你優標再放在 插入函數一下 把這個地方 再按F3 也就是剛剛是選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現在是按F3 你會發現這邊就多出一個 你剛剛的這個 性別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特別主要我剛剛是按F3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第二個Table Array把它刪掉 改按F3 然後呢取得性別 把性別名稱帶過來 這樣子就OK了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你按確定就完成 第二個的話 你不用去管說哪邊要加錢的符號 像剛剛我們公式裡面 就會加那個錢的符號 這邊不是有錢的符號 那 這個地方就完全不需要 不用管 因為它是固定的 然後向下填滿就OK了 這邊一樣 就是把它 改成什麼 改成年 這邊就改成 這邊就是改成 Delete了F3 然後這邊應該是年齡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就OK了 所以好像又快了一點點 所以又向上提升了 一個Dable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還是要做15次啊 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只要做一次 當然有 就下一個函數 就Indirect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呢 第二個請各位 定義名稱之後 再把剛剛的範圍 改成 這個 用範圍去取 公式就稍微改動一下 那大家又向前的一個 一個階段 一個Label 好 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Indirect 謝謝 好 好 謝謝